起一堆農舍 這樣拔黑 我都農職 我做過的管長 做過的農委會主委 我都叫政府整頂這樣申請 諮詢台已成了不擔心野台 民主黨立委班主棋友 大聲替蘇嘉全報不平 農社爭議 持續在一場煎燒 立委在這裡結束之後 好 你的手道有夠緊 你順行文綠 冰冬館政府要求他插文 說看到底他的農社有合法 你怎麼知道有多少農地會有很多問題 你不是不知道 你故意不講 你故意混淆視聽 我聽你在幫插庭 我聽你在問家幾 罵非兇的就是被質疑 父親在農地上擺夜市的蘇嘉全侄子蘇振青 質疑農委會查辦 藍綠有別 待遇不同 民進黨不讓蘇嘉全孤軍作戰 立院黨團全力反擊 農委會不能夠碰到國民黨 黨團的高官就轉彎 這樣的抹黑文化是不能再繼續縱容的 點名藍藝人士也有問題 要捐要拆 道德標準應該一致 這是九十六年發的執照 所以報載說它是違章建築 這是錯誤的 房屋建築資金均有十方善性集資捐贈 第一時間反駁 民進黨指控 來民陣營 你來募往 農社爭議 不只是選戰議題 也成了政治人物的道德建制標準 中文宣理會員 王正恩生小組 台北報導 這個蘇正清就是蘇嘉全的侄子 所以他今天幫他叔叔打這場仗 同時也幫他自己打這場仗 因為他的父親他的媽媽 他們在那邊就有一塊地 然後那塊地後來就是擺攤販 結果被講出來之後 他們很快的這些攤販 又都就是移回廟裡面 可是問題是他們在那塊地上 已經做攤販收攤販的清潔費 已經很電燈 清潔費 已經很多年了 非常多年了 蘇正清好像就是美麗島電子報 講說他打六位數字麻將 打麻將那個人 六位數字是十萬 十萬底的麻將 十萬有六位數字 他不見得是十 他已經否認了 有可能二十 這種東西美麗島電子報 其實比較親民進黨 那一定是內行的人講出來的 那他有沒有沒有證據 但是外面有沒有這種傳言 顯然是有啦 有些東西喔 空穴不來風 我就知道有民進黨的人 打很大的麻將 但是我也不會這樣 是不是 那你說有沒有證據 是沒有證據的 那蔡英文我覺得 他剛開始不是不想反應 而是不知道怎麼反應 事情鬧成這樣子 有經驗的人 他會馬上告訴你 這個事情以後會燒起來 所以馬上要立即要怎麼處理 他會告訴你怎麼處理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他很安靜 他為一個農舍怎麼瞭不起 農舍又不違法 能燒出什麼東西來 他也不相信 他沒有想到後來 越燒越往燒這個樣子 他也放了手腳 蔡英文他是沒有經驗的 選舉他也沒經驗 行政也沒經驗 你知道他怎麼提出一個 比大家都想出來的辦法 更好的辦法來處理呢 他只好召集會議 大家討論討論討論 這邊也聽聽聽 討論的結果說 好 反擊 全面反擊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一反擊的時候 大家傾草而出 因為你現在 如果退縮的話 可能比反擊更糟糕 第一個 怎麼換護手 不可能 你挑那麼久 你前面好的都不答應了 你把這個蘇家權換掉 你能換誰呢 你又彭懷南 再換彭懷南嗎 還四環蘇貞昌 你都換不到了 幾個相片就換幾個相片 就麻煩了 所以他有時候 他沒辦法換 他心裡一定會很氣 說 嘎磚啊 你有這麼多問題 你怎麼不事先跟我講呢 你事先跟我講 我也不會提名你啊 而且我這個提了怎麼辦 尤其 QE不是已經換話吹牛嗎 還有幾波 他講20波 我是認為沒有 我是認為他第四波 第五波都有問題 但是人家已經講說 我還要給你弄好幾波 那我還不如 就為了避免後面那幾波 我就這一波來給你好好戰嘛 對 而且我覺得像 比如說民進黨 現在決定全面反擊 這當然是一個波分大戰 可是他有沒有辦法轉移焦點 這才是關鍵嘛 今天呢他可以舉國民黨 像包括這個趙麗雲啦 包括這個鍾少和 搞不好接下來還有很多 國民黨也可以啊 國民黨今天只有蘇嘉全 有這個農舍問題嗎 可能還有其他人 有這個農舍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 這些其他的人 他們都不能夠跟 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的蘇嘉全 他這個身份來做比較嘛 而且我覺得蘇鎮 蘇鎮今天他出來 幫這個蘇嘉全講話 幫他自己爸爸講話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在說 如果不是因為蘇嘉全 今天的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真的不知道說蘇嘉 他他原來在地方上面 想盡了所有的資源 不但是經濟上面的資源 不但是在土地上面 各方面你有這種便利 政治資源也是一棒接著一棒 所以怎麼這麼厲害 我講一下這個蘇鎮清 大家要去看那個空照圖 那個邱毅有我沒有 但空照圖整個範圍裡面 只有一塊地不是綠色 就是他爸爸蘇鎮穿他們那塊 蘇嘉穿那個那塊 夜市那塊 夜市那塊 為什麼只有那一塊不是綠色的 蘇鎮清要出來講一下 因為他要算連任嘛 其實他應該去演的是夜市人生 你演布袋戲在什麼 你說為什麼我把地填平 他弄水泥還要拉那個電線 他有農業用電也有商業用電 就去電線來一人收一把 對不對 去收錢有去收嗎 那個邱毅都拍到啦 有有有 就有收錢 一拍電話給你收一把 那你在上面修理陳五雄 我也沒什麼意見 陳五雄我也不認識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沒有交代清楚 差是差在哪裡 這個主持人 因為國民黨 題目一個很怪的人 跟蘇貞清選 可能蘇貞清想說 那既然我的對手是這種 那我就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很不猜 市為八得 市為八得 就是說其實國民黨期待的就是 全面反擊 羅釋明文 那你們講的我沒有講 那這樣子我覺得是讓選民 好學生啦 很快都有印象就是說 羅釋明是好學生 我不那麼認為啦 2008年的民進黨 全部都跑回來了 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會贏得太容易啦 那蘇貞清跟郭文成兩個在那邊 也那種布袋戲什麼的 對民進黨是加分還是扣分 對英家被好還是不好 其實不好 這個我的印象 蘇貞清的心目中 你自己一定認為是加分 因為這些人跳不過一個 他們的框框 他們的想法 他覺得這很兇透 這很問題 他也認為 他如果質詢 沒有這些配套的話 他也許都不上版面 我們也不會討論 他這樣沒那麼多 今天媒體都上了 所以他覺得這是加分 然後他替他叔叔 這樣問這些東西 實際上說 越說越流行 而且我覺得他們都忘掉一個原則 蘇貞清今天要處理事情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要快 還有一個就是要交往過正 就交往不妨過正 這樣大家比較感動 他現在來不及了 他現在又不用 我覺得時間是一天拖一天 越來越困難 但是你越來越拖 方法就要越劇烈 這個是成比例的 他現在已經決定不要了 我覺得黨中在討論這個過程中 一定有鷹派跟鴿派 一定有兩方 那是不是發言 是不是均等 我們也很懷疑 為什麼呢 在這種場合既然公開討論了 我覺得鴿派通常點到為止 然後就選擇沉默 所以我想後來 也不用表決就是鷹派得勝 是 而且我覺得這一連串的事件下來 會讓人家覺得說蘇嘉全還有他的家人 在這個地方上面呢 這借勢借端嘛 然後還有很多呢 就是貪小便宜 你那個攤販的那個 你把它弄成這樣水泥地之後 去接那個店 然後給攤販用 還要用農業用店 還要這個少繳錢 這不是在貪小便宜是什麼呢 所以他現在別人扮演悲情 可能有效果 蘇嘉全扮演悲情是沒效果 官也做那麼大 蘇嘉你們在屏東 殺死業你們在搞 攤販也你們在搞 農地也你們在買賣 弄了半天你說 我很可憐 這個房子拆了就沒地方住了 還加過人亡 還加過人亡 沒有人相信跟事實差太遠了 而且喔 真的蘇嘉全真的不要這樣講 說這拆了那個房子之後 你們家呢 就沒有地方住 根據呢你自己的財產申報 你們家的土地很多 而且呢房子呢也不只一棟 進來之後呢 我們大家來回來討論